大家好,我是熊大宝 现在在日本东京的一家出版社工作 住在省奈川县的横滨 我们公司从三月中旬开始就提上在家办公 如今已经过去一个多月 每天除了基本的工作和电话会议 几乎都在研究美食和阅读各种资讯中度过 一月末我从浙江回到日本 那时候虽然日本的感染人数还不多 但中国国内疫情已经相当严重 经历了国内的紧张情绪 我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当时我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 用日语写了很多国内的现状 也努力提醒周围的人多戴口罩 尽量少出门 但大家似乎并没有非常在意这个事 甚至还有日本同事在评论区回复我 要感染的人总是要感染的 不感染就是不感染 那段时间日本各地还在举行马拉松 岗山万人参加的祭典活动让人看得心惊胆战 日本整个社会似乎对新冠肺炎没有太多认知 也没有太多关心 上班族依然按时出行 拥挤的电车里戴口罩的人寥寥无几 新宿车站 色谷街头 依然是一片热闹非凡 2020年对于日本而言 最重要的莫过于将在7月开幕的东京奥运会 但随着疫情在全世界范围的扩散 奥运会本身是否能顺利举办都成了悬念 一边是加强对入境的管理 一边是严苛的检测条件 与缓慢爬坡式的感染人数增长 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好像又没有的情绪 几乎笼罩了每一天 3月13日 日本国会审议通过了特别措施法 3月24日 日本正式宣布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 奥运会的延期 无疑给整个国民社会带来了很大的震动 号召观光立国的日本 其实期待着今年能够重现1964年 东京奥运会给社会发展带来的那种奇迹 但疫情让一切都改变了 3月29日 日本国民孝新智村舰因感染新冠肺炎病逝 这件事让很多日本民众 对疫情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从年轻人没事的 不可能不出门 到为身边人多想想 尽量不出门 似乎一夜间 所有人开始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每天公布的感染人数逐渐增多 4月7日 安倍晋三终于在疫情对策本部会议上宣布 东京 神奈川 祈遇 千叶 大阪 兵库 福岗 七个都府县 从当日起到5月6日为紧急事态 日本的紧急事态所对应的一般措施为 一 要求避免不必要非紧急的外出 二 要求或只是停止或限制使用学校电影院等 三 强制征用医药品等 此外还可命令食品和医药品等物资的出售 保管 并规定了不配合时的处罚措施 实际上 紧急事态宣言对民众外出并不具备强制约束力 但夏天最具代表性的花火大会的取消 越来越多的公司出现感染者 以及医院 警署等 因为职员聚会导致的集体感染事件 和重症患者辗转多家医院也得不到收治的新闻 日本社会终于慢慢进入了二月初 中国国内的那种集体居家的状态 从三月初到四月中旬 因为工作和生活需要 我还是有过几次短暂的外出 今天是春分 打算去江之岛看看 这是三月二十日去湘南江之岛的时候 本以为连仓高校前这样的人气景点会游客骤减 然而事实好像并不如此 现在在去江之岛的路上 今天因为是红日子 感觉人很多啊 移动的人潮 街头的表演 热闹的餐厅和小吃店铺 一度让人产生 疫情是不是已经控制住了的错觉 唯一缺少的 可能就是以往常常能听到的中文普通话 三月二十四日去中木黑开会 路过以樱花著名的木黑川 因为疫情的扩散 今年的木黑川赏银取消了往年都会有的小吃摊 但边走边赏银的人实在也不少 有的店铺即使没有在外摆摊 也还是会卖一些饮品之类的 路上戴口罩的人比以往要多一些了 气氛却也没有特别紧张 今天是三月三十号 周一 然后因为工作还是不得不 要从横滨去一趟东京 横滨车站的人似乎和往常没有太大差异 电车比以往要空一些 澀谷是东京年轻人的聚集地 白天夜晚都很热闹 当天一些商业设施的人流量确实有减少 但色谷地标全向交叉路口 依然人来人往 还可以看到许多在街头采访疫情相关情况的记者和媒体 4月16日 安倍晋三宣布将紧急状态由7个都府县 扩制日本全国所有47个都道府县 至此 日本全国从公司企业到普通民众 终于好像真正进入了抗疫状态 大多公司基本都采取了在家办公 和朋友们关于外卖的讨论也逐渐多了起来 紧急状态对民众的出行不惧强之力 可能也没办法像国内那样提供物业采购送货上门的服务 今天是2020年4月15日 距离日本进入紧急状态 已经过去一周时间了 基本上一周都待在家里没有出门 但是还是要去超市买点东西 所以今天去看一下紧急状态之后的超市是怎么样的 家附近就有大型超市 里面货源很充足 大米和纸巾这些储备物资也都有货 纸巾也很多 但是现在这个是一家人只能买一个 大家买的东西大多是数天或者一周的量 似乎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肉其实也有挺多的 感觉东西还是比较充足 和这种有条不紊相对的 是口罩和消毒用品似乎永远缺货 新闻里说的增加产能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兑现 还有安倍政府补偿政策的不断调整 以及越来越多宣布停业的企业和店铺 之前买不到口罩的时候 一些药妆店清晨会进货 只要五六点早起去排队 也许还能买到一包或者一盒 但紧急状态宣布以后 为了保持人与人的距离 越来越多的店铺宣布停止早晨的售买 4月2日那天 我收到了从国内家乡防疫部门 寄来的防疫物资 10副医用手套和100枚医用口罩 非常时期的这些物资真的很宝贵 拆开快递的时候 甚至有点想哭 虽然国际物流很不方便 但国内的朋友也都说 如果不够了 可以想办法再给我寄来 每次看着家里的那些口罩 也能稍微安心一些 东京和日本全国 每天的确诊人数还在增加 速度似乎也越来越快 很多医院的床位不够了 专家的消极日期更多了 最近听日本朋友说的最多的话 就是今年满开的樱花 可是真寂寞呀 几场春雨以后 东京的樱花几乎都已落尽 杜鹃花开了 紫阳花的花期也要到了 春风和煦 天空蓝道让人心动 但日本的疫情 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控制 好像一言也忘不到头